那我们的主题就是跟大家提一下 延续上一次的基本检索之外的 其他的一些功能的选项 那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 上一次没参加的 我们就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公司是叫Apps Code 那是一个七十几年制作资料库的公司 那有四百多种的资料库 掩盖不同的期刊 今天的主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平常大家常用的一些 关键字的查找或就是主题的这个搜索的话 那在Apps Code平台上怎么去做一个使用 主题搜寻的话呢 就是我们引用这个下面这个 就是台大他们的网站的说明 那这个关键字的索引 跟主题的索引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这个假设是学术期刊的文章 那这些文章我们如果投稿的时候 我们除了写上摘要 我们还会写上关键字 那这个是作者给的关键字 那这些关键字的话呢 放上去之后我们的那个系统 就是比如说那个期刊的平台 它就会去注入我们的那个关键字 那如果同时比如说像华裔或国图 他们也有收入我们的论文或我们的文章的话 在他们的系统上也会有出现这个关键字的这个部分 但是如果大家用的开始用这个英文的期刊资料库的时候 会发现英文的期刊资料库像Xcode或其他的 他们会多一个栏位叫主题 那这个主题的话呢 是我们国内的像国图的博硕士论文啊 台湾的期刊 这种华裔的都没有提供这个 就是主题的部分 那这个主题是一个额外添加的一个 就是一个内容 那这个主题的话呢 它就是补关键字的不足 因为大家写完文章给关键字 可能就三五个嘛 那这个主题的话呢 它有分人工的跟电脑自动给的 它会在这个 就是那篇文章当中 在去有点像是加标签一样 去标签说这个文章 在谈论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 所以这个主题的部分的话 它在搜寻的时候 也可以独立去做一个查找 所以主题的搜寻跟关键字 一般大家常用的这种搜寻 它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理论上来说 它搜寻的会更加的准确 然后会就是更窄一点点 那我们的这个优点跟缺点的话呢 如果是关键字的话 它当然就是 我们想到什么就查什么嘛 然后如果是这个缺点的话 就是会发现可能不一定 那么的精准用到那些词语 因为有些词语 它是特别是英文的 英文的词语的话 我们可能透过字典 或者是教科书上直接去做查找 那它的这个资料不见得是那么的通用 或者是它可能有不同 同意式的那个词汇 我们没有掌握到 所以这个关键字的话 就比较会漏掉 所以我们同样一个关键字 可能很难找到我们要的这个文章 就是没有办法到完全的去涵盖 我们要的范围 然后这个主题词的话呢 如果是那个资料库 它有提供主题词的搜索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那如同刚刚讲的 我们国内很多资料库是没有提供主题词的 搜寻的 国图的 华裔的 期刊论网 这些都没有 那我们的主题词的话呢 它是比较精准的描述这个文献的内容 所以比如说我搜寻这个 就是全球暖化 那我知道这个文章在谈全球暖化 那我如果用这个主题去做搜索的话 然后在它的那个文献里面 就会有一个主题栏位 那我们的关键字 主题词这个就会去比对那个栏位 那找到的资料就会呈现出来 那因为加上主题就代表说 这个文章它主要谈的面下 或者是有涵盖到 这个全球暖化的部分 所以它的 精确度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再来的话呢 主题词它因为是刚提到的 电脑或人工添加的 所以它会有人去做管理 那这些新的词汇可能就不一定查得到 所以比如说最新的 比如说现在大家流行查 Trade GBT 那Trade GBT 那这个词汇可能就还没有收入在这个主题词当中 那AI可能就有 因为AI就很多年了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主题词 跟关键字的差别是 如果那个资料库 这两个搜寻的选项都有的话 主题词它可以让我们去比较 精准的定位到我们要的这个相关的文章 就可以避免说我搜寻到就是几千篇几万篇的文章 然后看不完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搜寻的时候呢 这个主题词它就是刚提到 它就像一个标签一样 像我们左手边这个画面 就可以看得到它有subject主题这个栏位 那如果大家习惯用的Google学术 它其实是Google 它会去派它的这个网络机器人 去爬去出版社网页的资料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用Google学术做搜寻 我就是用关键字 或者是顶多再加个标题 再加个作者这样做啥搜索 我没有办法去应用到 那笔记录的其他的部分 可是如果是一般的资料库的话 它有主题这个部分 那就可以搜寻的比较精准 那Google或Google学术 我们就只能仰赖它的演算法而已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的排在前面 可是如果你希望做比较进一步的搜索 捞取资料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 那我们的资料结构是比较完整的 就是同一笔资料 同一篇的文献 那我们会注记比较多的栏位 比如作者在要主题这一些 那这样的相对的在搜寻的时候 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查找 那主题这个部分的话呢 涵盖在这个资料的内容当中 所以它提供的这个资料的话 搜寻就会再准确性就会再高一些些 那再来是Google学术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它的这边 可以看得到就是搜寻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预期可以找到我们要的资料 但是如果我们要再用比较多的功能的话 就比较困难 那因为我们的栏位提供的比较多 所以在做搜寻的时候 我们就会可以用到主题的搜索 或者是作者等等摘样 可是到了Google学术 即便我是用了它的进阶搜寻的功能 它的进阶搜寻功能 它还是去搜寻文字 只是说它是用包含完全符合至少一个字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查找 然后或者是说是哪个作者写的 哪一本期刊哪个日期 就是你能用的方式手段去找的 你可以用的选项就比较少 那一般的资料库会提供比较多的选项 因为它的栏位很完整 那这个就是它的差别 所以搜寻的时候 那我们如果可以知道关键字的搜寻跟主题的搜寻的差异的话 那这样搜寻就是准确率就会再高一点点 然后再加上这个布林逻辑的使用 就可以让我们比较精准的去做搜索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资料的架构的话 那再搜寻就会比较有概念 那其他的布林逻辑我们上次应该也有提到 在使用布林逻辑的时候 那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关键字做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搭配 那再来是主题的部分的话呢 刚刚有印象了 就是这一篇文章我们像标签一样去做一个搜索 那如果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大家常用的社群媒体 我可能加一个hashtag的标签 我在我的IG或者是FB当中 我的贴文下面加了一个标签 比如说我标签正大 那点了那个正大的话就可以看得到 同样的有做这个标签 同样也是用正大这个标签的贴文 就你可以一次都看得出来 会帮你找出来 那这个主题也是同样的概念 它就是像这个hashtag标签一样 它就会附在每个文章上面 所以你如果用就是你可以用点的 那你可以用关键字去查 然后就是用这个主题这个栏位去做搜索 那你搜寻到的话 它就会帮你把有这个标签的都帮你叫出来 那进阶而言就是这个主题的话呢 它还会有一个叫说音点这样的一个系统 就是我们所做的标签 比如说我的我现在正大了 然后我就是标签正大 可是另外一个同学他标注的是政治大学 然后如果是一个外籍生 他可能标注的是就是国立政治大学的英文 那有的人可能标注缩写 那你就会发现同样一个正大 有好几个就是不同的名称 然后中文英文的 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呢 你点了这个政治大学 它只会带出政治大学同样的标签的 它不会去把英文的正大的也带出来 那索音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这些的字词这么多的主题 它只是做成一个列表 那可能不够 我们还要去把这个字词跟字词的关系 去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这个索音点的话呢 就是列出主题跟主题之间的关系 它有上下阶层的这个关系 那还有就是搜寻的时候也有同一词这样的关系 我们在搜寻的时候去了解一个字词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面向 所以这个主题关键词就是一般大家常用的 主题词是比较进阶的 通常是国外的资料库会有 就是国内的比较没有 那如果看到对岸的这个CNKI好像有 但是实际上它的主题好像不是我们理解中人那种主题 那比主题更近一些的就是这个主题经过整理之后呢 可以做成一种索音点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针对不同的学科都有不同的主题的索音点 那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就可以针对这个学科领域的字词去做查找 比如说教育学有自己的索音点 然后心理学也有自己的心理学的这个索音点 那如果医学的话呢 也有医学的 所以这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一般大家用的关键字主题词跟索音点它的差别 那如果是以医学的做例子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医学它的索音点的话 由美国国家学图书馆所制作的一个MASH MEDICAL SUBJECT HEADING 就是其中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代表 那它就可以列出像左手边这样的一个字词之间的关系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谈一下 那就是我们实际上应用在我们的资料库的话 那怎么做一个查找 那这边我们要请大家进来之后呢 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这边呢有一个这个选择资料库 这个选择资料库的话呢 它有一个全选的功能在左上角 那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如果就是有要查找英文文献的话 那查找Apps Code那你就可以全部打勾 那其余的就是资料库还有很多嘛 图馆的订购的内容很多 馆长很多 我们可以查完Apps Code之后 再也可以去查其他的资料库 所以会建议大家在搜寻的时候 你可以全部过勾选 那如果我对这个资料库不是那么熟悉 我不知道什么是BSC 那我可以点这个箭头 它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在这里 所以我们把这个滑鼠 点一下这个箭头 它都会有介绍 那我们全部做勾选 它会告诉我们说可能会回应变慢 但是实际上不会了 那我们就点确定 那就可以开始做搜索 我就不是只有点刚刚的ASC了 我现在就扩大到所有目前订购中的 ExCode资料库 那我们在搜寻的时候呢 一般的关键字的搜索 就是这边打上去就好 那我们的主题搜索的话呢 在两个就是部分 第一个是在我搜寻的时候 我的选取的栏位 我可以去选择这个 就是主题术语 SU这个栏位 那这个栏位就可以让我们去搜寻 那个主题的标签 那搜寻就会比较精准一点 如果是要刚提到的搜寻锁音点 那它会放在左上角这个位置 不同的学科主题 有不同的锁音点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提一下 往我们搜寻的时候 也让大家比较一下这个不同 所以比如说我偷寻这个特殊教育 那我搜寻的时候呢 特殊教育打上去 那做搜索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搜寻方式 那这样找到的文章篇数 在这么多的资料库当中 我得到了六十几万篇的文章 那这个全文没有打勾 所以这六十几万篇 有的也有文章全文 有的可能就有摘要 那我们如果觉得这个太多 那我们可以把它切换到主题 这个主题的话呢 大家在搜寻之前 可以稍微看一下主题这个部分 看它用的词语是哪一个 有的时候我们用的英文可能不是 就是刚好就是那个主题词 收入了那个词语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有反黑一样的 如果是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改选 用这个字词没问题 那我们就改选SU 那我同样的条件都不变 六十几万篇改用主题做搜索的话呢 它的搜寻的笔数就剩下十六多万篇 所以搜寻的时候它的搜寻的这个就是 它会做的比较就是窄一点点 你就可以只搜寻这一个主题这个栏位 那这个栏位跟作者给的关键字是不一样的 它是另外提供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主题它就像标签一样 它贴在这个文章上 那FB IG的标签是可以点的 那我们这个怎么不能点 那它不是不能点 它是怕连结太多会很乱 所以它放在这个文章的连结里面 如果我要去点这个主题的话呢 我们行点这个主题 这个文章的连结 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术语 主题术语 Mesh术语的话呢 就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直接去点这个 就是字词 它会帮我们的这个文章找出来 我们就不要用这个Mesh术语 我们换一个 我找一下我们的筛选条件当中 我找这个Eric的文章 好了 那这边的话呢 是教育类的文章 所以我点了这个文章的连结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内容的话呢 它是叫这个描述项 所以同样一个 就是同样一个主题这样的概念呢 在因为我勾选全部的资料库 所以这些结果是汇聚不同的资料库 每个资料库对这个主题 都有自己的这个名称 所以刚看到了Mesh 那Eric的话是叫描述项 所以我们如果是这个 就是在浏览内容的话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然后我们如果再进到这个详细的记录之后 就会发现 这些呢 的这些连结 就变得是可以点选的 所以比如说这个素养的教育 点选之后 它就会 就是用这个字词 带进去来这边做搜寻了 所以这个SU帮我们打好了 然后直接进来做搜索 所以我们搜寻的时候 就会建议大家 如果我们要搜寻的资料 就是找到的就几万篇 非常多 那我们可以试着用主题这个部分 的这个栏位来做一个搜寻 那我搜寻完在左手边的筛选条件 它这边也有主题 可以去做筛选 那你会发现 那你怎么有三个 因为我们勾选不同的资料库 那有的资料库 它有左影点 有的没有 那有的有主标题 有的有次标题 所以你就会看到 那有很多个 实际上它是不同来源 那我们可以去点显示更多 我们就点下面这个显示更多 看一下这边 按一下名称来排序 所以我如果不习惯用主题做搜寻的话 我也可以用一般的关键字做查找 然后来主题这边呢 看一下有没有我 就是感兴趣的这个 就是这个字词 可以来做一个参考 所以这个是 我们的这个关键字跟主题词 它实际上在Appsco平台上的使用 就是我可以选主题术语 或是这个代码 然后再来是筛选的条件 这边也有主题的范围可以去做筛选 所以这个是当我去搜寻主题的话 我的搜寻的结果比数会明显的 就是减少 因为它是只搜寻单一的主题这个栏位 然后这个栏位主题就是像标签一样贴在 一篇一篇的文章上面 那接着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那我如果搜寻的时候 我希望去查找主题的缩影点 那缩影点的话呢 在左上方 那左上方的这个缩影点的话呢 当我勾选全部资料库的状态下的话 这个主题会变成是一个下拉的选单 那我要选哪个 那就看我们的主题是哪一个领域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特殊教育 它基本上有两个 一个是Eric的 一个是我们自己 Apps Code的Education的这个主题词 锁影点 那我们就点这个 Education这个看看 点了Education之后呢 我就把特殊教育 就是输入 输入完之后 我可以选择这三个 用起始就照字母去排 或包含 或按相关性 那我们建议用相关性 那我们按一下浏览 这边的浏览主题词 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就是跟特殊教育 有关的词汇就会列在这里 那比如说特殊教育的研究 管理者等等 还有管员 我们如果是刚刚的那个字 当然是排在第一个 那这边要跟大家提的是 这个锁影点里面的主题词 它不是所有的字都有 就像我们刚刚的简报提的 更新速度的差别 再来是它会有人工去做 就是词汇的管理 所以不是每个字都有的 那我们如果找到没有 没有主题 没有这个字 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恢复一般的关键字 做搜寻 那也OK 所以就是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差别 然后这边大家看到了 按一下术语 显示详细资料 所以我可以点这个超连结 我就点一下这个特殊教育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特殊教育 它的一个锁影点的一个架构 所以这个锁影点的话呢 只要它是叫锁影点 它基本上就会提供一个叫 范围柱 或者是这个 就是上阶层的词汇 跟下阶层的词汇 BTNT RT 那它这个架构是固定的 然后还有会有Useful 就是同意词的部分 参照的部分 也会列出来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特殊教育 就不是只有刚刚在关键字栏 上面的一个单一的一个词汇而已 你可以看到这个字的一个 比较完整的面向 所以这个是锁影点它的特色 那这个范围柱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的时候这个词汇 不一定是你要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范围柱 看一下是不是 是解释这个字词 是你要的这个词汇 然后这边的BT 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也有提到的 它是一个阶层性的架构 阶层性的架构的话呢 也就是说 特殊教育这个字 它的上阶层的词汇 就是它被归类在教育这个字底下 所以Education底下 包含这个Special Education 然后再来是这个Support Service 也包含了这个Special Education 所以 这个Special Education 它的上层有这两个字 那因为它都是超连结 如果你随时要去看Education或Support Service的话 你就点它 它会帮你带过来 这个Support Service的话 就会列出换成这个字跟其他字词的关系 那我再点Special Education 我又回来了 然后再来的话是NT NT的话就是刚刚提到上下阶层嘛 这个是BT是它的上阶层 NT就是它的下阶层 它下阶层的词汇呢 包含了这个 就是这些的这个字词 那比如说特殊的儿童啊 或者是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些字词列在这里 那RT RT的意思呢 顾名思义就是跟特殊教育 有相关的字词 它就把它列在这里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相关的这个字词 会列在这里 那这边的话呢 比如特殊教育的学校 或者是老师啊 教育者啊等等 那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 这个字词跟其他字词的关系 然后U-Sport就是我们刚讲的 同一个字词 政大政治大学NCCU 这些都是政大 那我们如果是在主题词当中 我就只能有一个字嘛 所以我就要去 在这些字当中 同样都是政大 我就要挑一个来代表政大 所以可能这里就是 国立政治大学 那U-Sport的话呢 可能就是政大NCCU 政治大学等等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只要读者啊 就是搜寻了这个 国立政治大学 他一样会把相关的字 都帮你一起就是盘盖在里面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像这个SPED 这个缩写 它也是用这个字词来代替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去 在索引点当中去查找 所以请大家选择一个 你要的这个索引点 因为不同学科 然后进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的这个关键字 在第二栏这边用相关性 把相关的列出来 那接着怎么做搜寻呢 我除了了解字词之间的关系之外 我总要做查找嘛 那我要查找的话呢 请大家去勾选 选取 然后新增 选取就是打勾 哪个字我们有跟我们的研究相关的 我可以做勾选 那我所勾选的部分 我可以使用布林逻辑 这几个五个勾勾 我要让它用and交起做收缩 或是使用not 或是使用over 那我们就假设用over 那我就勾这几个 我勾了之后 我可以按新增 就是这个按钮 我按了新增 这五个字就会加到这里来 那我如果想要跳过新增这个按钮 我就直接按检索 也可以的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 我点新增 点了新增之后 刚刚选的那五个字 都用布林逻辑 就是包住了 放在这里 那我就点检索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再搜寻结果 看到我从主题词 这个索引点当中 所挑出来的字词 然后得到的结果在这里 所以搜寻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主题的方式来做搜索 也可以用索引点当中 去了解字词跟字词的关机来做查找 那我们所用的字词 比如说特殊教育 它虽然是教育类的词汇表一定也有 但不代表其他的没有 所以使用的话 如果我们对这个字词 要选哪一个这个主题词表 不是那么或索引点的哪一个 我们不是那么熟悉 我们就从这个名称来做判断 Business就是顾名是跟商业有关的 教育有关的 绿能有关的 Mainline是医学相关的 那如果都不在这边 我们就选用第一个 第一个是综合学科的 就什么都有 那每个就是自己的索引点 它的那个阶层性架构可能不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人在做编撰 所以同样是Eric跟education 他都是教育的 可是Eric他的索引点的排法 还有就是上下阶层的词汇就不一定是跟这一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也跟大家提一下 所以我们搜寻的时候 大家可以使用这个主题的栏位来做一个搜索 也可以用这个主题 你密底下标签这边的收音点来做一个查找 那这样大家搜寻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就是准确一点点 那我们如果要区分关键字跟一般的 那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方式跟大家提一下 我先用一般的 一般我搜寻special education 然后当然这60多万篇 我们就看不完 假设看第一页 看了第一页之后 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把滑鼠放到这里来 可以看到摘要吗 所以我们就看了一下 这个文章是我要的 我们的这个符号 这边有个加号的这个符号 它的功能 原始的功能是把这个文章加到上面的资料夹 但是因为我们一旦按了加 它就会变颜色 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标示的工具 所以我们在第一页这边 我觉得这几篇文章我都有兴趣 但是我希望再看一下主题的搜索 所以我这边我在选取SU 那我现在是在搜 我是在60几万笔的文献的第一页50篇 挑选了这大概七八篇左右的文章 那我有标注这个颜色了 那我再换一个栏位做搜索 我改用这个主题 那它的结果就剩比较少 剩十多万篇 那一样是相关性的排序 一样是前50笔 我们就可以往下滑看看 因为16万笔也不可能看完嘛 那你就可以看到 刚刚往下滑就发现第五篇 它是黄色的 那就代表说 我刚刚在上一个关键字的时候 我就有标注这一篇是我要的 那现在它又出现在主题搜寻的 这一页当中 第一页当中 那你就会觉得说 这篇文章可能对我来说比较相关 所以这个把文章加到资料夹 变颜色这个功能 它也可以让我们在做主题词的搜索 关键字的搜索的时候 的标注做一个参考 那这些标注 这个不管它是哪一种搜索 它都出现在第一页 在十几二十万笔当中 都出现在第一页 那可能它真的是 我们比较需要的 所以这个是 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接着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提到我们个人的这个 这个历程的管理了 那我们刚提到的文章 我可以加到资料夹 所以这边就是你可以点加号 把文章放到资料夹 再点一下是移除 那问题是 我们这一页有五十篇 如果我都要呢 我都要全选 那没有全选的按钮 找不到 全选它是隐藏在这里 共享这边有一个结果一到五十 我们可以按一下结果一到五十 我们就可以把这五十篇的文章 全选 每一篇都变黄色的 那我们的平台 不是滑到最下面 就会显示更多 不是 它是一页一页的 所以我们就点第二页 第二页之后呢 就看到共享这里 可以再把文章再加进来 所以你可以去添加你要的文章 那我们这个 右上方这个资料夹 是一个云端的小空间 这个云端的空间的话 要放几万篇的文章 几千篇的文章都可以 那这个资料夹呢 虽然它可以放几千篇的文章 但是呢 网页如果关闭了 就是我用到一半 关了或当了 或者是电脑放着 我去吃个下午茶 去外面买个豆花再回来 就发现 15分钟拜小时之后 它也会把我们踢出去 被踢出去之后 资料夹也会连带的被清空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 有一个自己专用的资料夹的话 请大家善用我们右上方 这个登入的这个功能 或点这个 登入买Apps Code 这个登入 不是登入Apps Code的资料库 现在大家都可以用了 全文也可以看了 现在这个登入 是登入这个资料夹 那我们就点这个登入 那这个资料 这个点了登入之后呢 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的事 这边它会要求大家输入 使用者名称或我们的email信箱 那这边的话呢 跟我们在这边输入的图书馆帐号密码 是不一样的 图书馆这个帐号密码 是登入图书馆自己的系统 那我们这边的帐号密码 是登入Apps Code的系统 我们公司的系统 没有大家学好这些资料 所以你登不进来 那你一开始也没办法用Google 寄去 就是不管如何 要使用的话就是要点上方这个注册 这个注册按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 就是输入我们的姓名 然后完成注册 这边也可以用Google继续 因为布林罗吉的货码 这个或这个都可以 你用Google继续比较不会忘记密码 那如果不想要的话 我们输入真名假名错号都没关系 电子邮件必须是常用的 然后呢密码的话呢 不用太长六个资源就好 但是要符合这些条件 所以即便我这样随便打 有XX的就没有通过 一定要多一个特殊资源才会让你过 点四建立账号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们有了账号的话呢 登进来你就会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差别 我刚刚建立了一个账号 那这个账号如果你登入之后呢 我们注册好之后就再登入一次 就会进到这个画面来 那这边你就会发现这个资料夹 它上面会多了一排 然后原本的登入会变成登出 然后这边的Logo 包含首页的Logo 它都会出现我的这两个字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现在我的资料夹是属于登入状态的 那一旦我们的资料夹是属于登入状态的 你添加进去的文章 它就不会随着网页或当掉而消失 所以我们就是即便换电脑都可以 因为它是记忆在我们的电脑 记忆在我们的主机当中 那我们接着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资料夹的部分 这个资料夹的话呢 一旦我们有注册成功的话呢 它会出现这个 我的制定环境这样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上方资料夹这里所保存的资料 它都是固定的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变更 是我文章刚刚加到这里 我们点了那个变颜色的黄色的 它全部都放在文章这个资料夹了 那我如果要去做一个 另外一个资料夹是没办法的 那我们必须要注册账号之后 下面这个制定环境 才能达到我们的需求 所以这边我可以点新 点新的话呢 我就可以去设一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设一个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 中英文的这个名称 那比如说我的是 那我们就点储存 也可以加说明 那我们的资料夹就多了一个 纸资料夹 那多了纸资料夹的话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搜寻的结果的页面 那大家就会发现 当我现在就是点了这个新增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 刚刚所建立的文献探讨的资料夹 所以我就可以去做选择了 那如果之前的话是只有一个 所以也没得选 然后我们再回来 这个文献探讨在这里 那我刚刚加的文章 这一百多篇在这里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个搬动呢 可以的 这边呢你可以去选取 选取的话删除之外 你可以复制跟移动 复制的话就是 我可以把这边的文章呢 也可以在文献探讨 也复制一份 那如果是复制 就是这两个资料夹都有 那我如果都想要搬移过去的话 那当然也是选移动 所以我就选这个移动 然后文献探讨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章呢 一百多篇 搬到这个文献探讨在这里 这边就只有一个文章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做文章的这个搬移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文章的这个 就是子资料夹的建立 所以你可以依据自己的报告主题 来建立不同的子资料夹 在文章当中搬移 然后我们的资料夹 可以让大家做多篇文章的寄送 我们可以现在有105篇 我可以点勾选全部点电子邮件 我可以把这一百多篇的文章呢 一次的信的寄到自己指定的email信箱 好我打一个假的信箱 好那我的引文格式选APA 那这样的话呢 当我按了传送键 我会在我打的这个假信箱里面 收到105封的email 每封email都涵盖APA格式 那这个全文有勾 如果是有PDF的 会收到PDF当成附件 夹在email当中 如果是只有这种连结的 就没有全文 HDML也有 所以我们的这个文章呢 可以做大量的寄送 最多到500一次 那假设我这个资料夹 存了1万篇文章 那你500篇 500篇寄的话 就要发分很多次 那接着是我们的资料夹 可以做多篇文章的汇出 这边有一个汇出的功能 我可以勾选全部点汇出 可以汇到endnote当中 那如果大家没有习惯用endnote 或者是你可能用希望有其他工具的话 我们也可以汇出Excel党CSV 只要你用那个工具可以接受CSV的话 你也可以点储存 那我们的CSV的话 我们就搭配我们的这个Notion 也跟大家提一下 那我们的这个Notion是一个笔记软体 它是免费的 也可以付费 那跟我没关系 只是跟大家提一下笔记软体的话 可以看得到这边的import 它有一个汇入CSV的功能 所以如果我要把 可能我的笔记软体 我就是做一些知识管理的工作 我就是在这边列了一些 我要探讨的主题 研究的主题报告 先把它做一个整理 那我们可以利用它来 也把文献汇进来 所以我当汇进来的文献的话 档名是这一个 所以这个文章的title 就变成是刚刚的Excel档了 那PDF怎么会呢 PDF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 这边的这个上面这个栏位呢 点一下 然后把这个type把它改成这个 file跟media 那右手边就是file跟media了 那我如果 这个连结是文章的连结 那我如果要把这个文章全文也加进来 我可以点它因为我改成filemedia 所以我可以去选取 我要上传的这个文件 比如说刚刚的那个简报档 那我就可以上传 它就可以达在这个当中 所以虽然它是Excel的格式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附件也可以帮你做一个保管 就在这里 图片当然也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我们有使用这个Notion这样的笔记软体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搜寻的时候呢 选择汇出CSV档 那这样的话 也可以上传到这个Notion当中 那Notion也有一些人会用 所以有兴趣可以做参考 那这个资料夹还可以做这些的工作 电子书会自动存在这里 借电子书 新制通报 新制通报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搜寻的时候 我用主题搜寻特殊教育 那我如果就是关注特殊教育 但是我不希望每次进来都搜寻一次 很花时间 我可以点共享 这边有一个电子邮件新制通报 我可以设定就是我的信箱 这个信箱跟刚注册的信箱可以分开的 然后我们要多久通知一次 一个月 那我就可以固定一个月去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有最新的文献 是跟这个特殊教育有关的 那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应用 所以这个是资料夹的这个部分 我们如果有一个自己专属的资料夹 就可以建立纸资料夹 然后这边电子书要做借出 也可以做一个借出 然后这个资料夹要去做共享 你也可以把它共享出去 所以这边的共享者是别人分享给你的 那如果你是这个文献弹导 你要共享你可以点共享 但是它就是限定一定都要使用 Appsco平台 然后也是要注册一个账号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别人分享给你的资料夹 通常主作业的时候有需要 不过主作业用这个notion是比较方便 所以这个是进阶检索的介绍 跟大家提的主题词的跟关键字的不同 还有实信上应用在Appsco资料库的话 我们可以选取主题跟筛选 还有上方的索引点 跟这个右上方的资料夹 那有兴趣可以做注册 那这个资料夹是可惜式的 我们现在政大 那如果你不是搬去台大 然后或者是再进出国去进修 只要那一个学校单位 有订购Appsco资料库 你进去之后看到这样的画面 你都可以登入你今天在Appsco 就是今天在政大建立的账号 所以这个账号你换到不同学校 都可以 同一个账号都可以用的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介绍 谢谢大家 拜拜